这个首都里的岛屿 因为一场风灾 而改写的命运 从此 成为一个不被看见的岛 几年后 政府直接用围墙 把这里隔成了淹没区 在几年后 还有多少人记得 这些孩子的脸孔 这个夏天过去了 他们面对的 该是那座高宠的防坡梯吗 他们面对的 该是那只夺走 工作机会的协议吗 周二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看不见的岛 就在公共电视 他在公共电视